大家好,我是鄭虹峰 今天我會介紹藍色的豬 這隻是豬仔錢巾 這隻豬仔錢巾和傳統的豬仔錢巾是不同的 這隻豬仔錢巾是可以開的 傳統一點的豬仔錢巾是開不了的 這個就是放錢去儲錢 儲錢遲些使用 這隻豬仔錢巾是要用剪刀 這隻叫家長幫你剪 這隻豬仔錢巾有四張紙 真的很遺失 第一個就是你的夢想 我的夢想是可以開開心過日子 不過整個生活都要花很多日常的費用 所以我覺得應該要儲錢錢 好,下一個 我的興趣 我喜歡武術 特別是雙子棍這類的武術 不過買一些賭具都要錢 所以我覺得應該要省著錢 而且不可以一次用太多錢 你有儲錢嗎?我有的 那我隔天使用不需要的錢 或者媽媽給我的錢 我就會儲低 尤其是這些錢 好 你有多少錢? 那我兩天三天 那我兩天三天 最后就有十塊錢 那我媽媽就有這些 十幾塊錢給我回家去買東西吃 那這隻豬仔呢 那這隻豬仔呢 做裝飾 那我介紹一下這隻豬仔 下次再見 拜拜